花蓮县历史建筑树光桥 位在花蓮市美伦溪出海口 是两坛自行车道必经的路径 连结花蓮市太平洋沿岸南北休闲的人行桥梁 过去护栏曾经被花蓮县政府摆挂花盆 但花盆褪色花朵枯萎 营养不利 文化局今年是邀请了国内灯光设计师 将木桥晚点灯后透过光影交叠 让树光桥的质感再次升级 树光桥在台东县铁道停用以前称为美轮溪桥 随着北回铁路竣工 花蓮车站西迁也跟着荒沛 花蓮县府在2000年活化荒沛铁桥 乘南北兵自行车道一部分 因东陵太平洋迎接第一道树光 更名为树光桥 于2005年3月登陆花蓮县历史建筑 今年吸引许多民众夜跑见走 日前文化局撤掉火燃掉色枯萎的花盆 邀请国内知名灯光设计师陈宜璋 以策展的概念为树光桥重新注入生命里 它具有文化资产的身份 在它的基座的部分 但是它的桥体本身历年来 因为城市空间的美化的关系 县府在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个作为 那在去年底去年底县府这边 我们希望说让这个桥体能够在一个光环境的部分 做一个有点是城市空间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所以文化局就承接着这样的任务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光环境的策展 那我们邀请到国内在建筑的灯光方面 非常有知名度的陈宜璋老师 来帮我们做一个灯光的设计的策展 那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也让这个整个步道恢复通行 让民众能够感受一下 这个历史建筑在夜晚的时候 透过光环境的一个塑造 来营造它本身具有历史氛围的一个感受 灯光设计师陈宜璋 以曙光充能再现为策展主题 在桥上创作城市空间光环境 利用原有木结构做载体 透过灯光设计 让整座桥在夜间产生光影交叠的美感 成为一条美感升级的夜间廊道 文化局表示 曙光桥每天从班往五点亮灯 隔天清早洗一灯 点亮灯光后 清晨到日暮都有不同的感受 将会是城市空间光环境尝射作品 欢迎民众前往驻足欣赏 这一场方言华临时报导